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杨玉环也得到了加强 在路人排位当中 他伤害量和倾限能力 比较有提升 看看RW霞 会不会开发一些 新的战术体系套路 而且S组的其他几个兄弟 应该都盯着RW霞 看看他到底状态怎么样 是 大家都想要看一下 RW霞赢了狼队之后 他们在后续阶段的 这个比赛的表现 尤其是比赛场上 他们拿出来的东西 更值得参考 是的 而且刚刚 评论席狂人也提到了 其实北京微博 它是一个主打上半途的队伍 对 而今天赛前的面板 也给到了紫墨和子萱 这两名对抗路选手 其实也很期待 这个双边的一个对捧 紫墨的话 算是一个老牌边路了 非常强力 这个大家都知道 而子萱的话 这名选手 可能很多人不太清楚 他其实很早的时候 在R1年 就已经在RW霞了 是的 他当时的话 在试冠那个期间 其实是和杜杰 有一个轮换的 在RW霞时期 但是那段时间 他确实没有发挥好 那个时候他还是新人 因为在21年的春季赛 加上试冠 他一共就上场13个小局 是 然后他再次回来的话 给我们一种重做的感觉 也变得相当的自信了 包括肖颖也加入到了 济南RW霞 其实我昨天跟RW霞聊了聊 就是他们觉得 这个赛季 他们的成绩能够超乎预期 怎么说 最关键的 不是说他们人员上 有什么很大幅度的变动 没有太大的变动 然后包括 这个玄凯教练的这个加入 其实更加 程度上来说 RW霞这个赛季能打得好 主要是靠一场一场胜利 堆叠起来的自信是吧 是的 这个对于每个队伍来讲 都特别特别的重要 有的时候就需要那么一股气势 我个人有一个观点 每一支队伍 K票每一支队伍 他打线下赛的时候 都是自带气场的 对 这个气场就来源于 你这支队伍在打 今天比赛的时候 面对的对手 你自不自信 你觉得自己有几成的把握 能赢过对手 这个东西 无形当中会给你的操作 加分或减分 有句话 我们说了很多遍了 叫赢了血转 输了不亏 但这句话 其实在RW霞身上就印证了 某种程度上 只要你怀抱着这种信心 你可能是无敌的 对 RW霞这个赛季 他一开始坚持的一个观点 就是可能很多队伍在预测 很多 就大家预测这个胜负的时候 不看好RW霞的时候 RW霞赢了 他们特别喜欢那种感觉 不会看好的感觉 但是我就是能打赢对手 所以RW霞这个赛季 就成为了大家的焦点 觉得这个赛季最大的黑马 就是他们 因为他们第一次 三年啊 咱们这个分组分了三年了 对 这是第三年 他们第一次踏进了S组 而且这也是他们进入到S组之后的第二场比赛 第一场是3比2战胜了重庆狼队 这一场又是迎战到了北京微博 同样也是一个喜欢打前期的队伍 北京微博 它其实 以前给大家留的印象就是那种 防守反击特别强 大后期 对 大后期 但是北京微博其实近几个赛季 也都在做一些打法上的改变 其实我觉得契机就是乔西和新宇加入之后 然后新宇的属性比较偏进攻 然后这个队伍风格就开始慢慢做转变 然后帮我花卷 他也是比较 当时是喜欢玩一些法刺型的 对 只不过碍于版本嘛 这个赛季大家玩法刺都玩得少了 当然还有他们的核心选手 也是今天的队位的焦点啊 就是暖阳以及小A这两个人 是的 暖阳就不多说了吧 这个赛季 场均最高击杀的保持者 13杀的攻本五脏 那一场差一点 差一点五杀嘛 就差一个头 很可惜那把没有能够获胜嘛 花卷今天心情也非常好 还跟镜头打了打招呼 花卷也是这两场比赛啊 就第二阶段 北京微博打了两场比赛 我看下来 他们五个当中最稳定的一个点 是的 而且花卷在他的指挥的这个 过程当中做了一些优化 在不耽误自己操作的同时 把自己的指挥的逻辑 大具观 说得很清楚 这样的话 队伍之间的分工就比较明晰 然后打团的时候大家各自齐职嘛 对的 进入到今天的第一大场的第一小局的较量 蓝色方是济南 RW霞红色方是北京微博 什么系搬掉了 这个英雄目前是中单的梯林 应该大家好无疑问了 是的 因为RW霞是蓝色方搬活 我想拿什么心 就是逼你搬你个半位嘛 然后RW霞搬了蓝 倒是没有想到 大乔放出来了 对 北京微博是搬掉了蒙田 这样子的话 其实还是有点复杂的 因为蓝的话 这个英雄是可以打大乔的 他有一个大招可以去推 也可以收割残局 然后蒙田的话 如果红色方 在蓝色方拿到了大乔 想要拿乔夫那套的时候 我可以拿蒙田来应对 但是现在蒙田没了 如果正常来讲的话 蒙田在的形态 有可能RW霞就一抢龚孙黎 放给你大乔 用蒙田 然后再配一些 其他的英雄来打你的大乔 龚孙黎而且经历了一个小增强 现在对线7 然后包括打团容错率也提高了 看一下北京微博这里 反手拿的是张良加尚凯 他没有去拿一个海悦新手 做counter 有可能是凯关 因为上场北京微博 打一斯大大乔的时候 就是拿了凯关吧 强之未夷把你给推出来 以陛下的名义 敌人杰配大乔 那就看老夫子要不要了 不要了 暂时不要了 他锁了一个可能是常规大乔的阵容 他做好了老夫子会被翻掉的可能 这个BP的顺序还挺出人意料的 一般来说可能会把发育路这条线稍微再躺一躺 对 但是因为章 敌人杰这个英雄他首先对线不是很弱 再加上他有一定的自保能力 所以这个英雄会作为大 就李元芳跟敌人杰是比较好配大乔 常规大乔的射手 以前是拿鱼姬配嘛 但是现在的话 鱼姬真的发育太久了 对 所以北京微博还是开关嘛 今天赛前还在跟潇洒聊到 就是这个赛季其实子墨他的站边拿得非常少 对 就是可能偏然少了一个马超 马超几乎没见过了 然后关羽的话在这个赛季子墨也就玩过两场 因为关凯的出场率也下降了 一般都是counter选了 或者是BO5的后几局会优先强 这把花楼教练的意图应该纯粹就是用来打大桥 打一个强制位移 然后机动性高支援 对 然后北京微博这里的话是搬掉了 药也是小叶个人比较喜欢玩的 还有孟琪 两个点都是单带非常强的 那这把我就比较好奇 阿多佳出什么 会不会出 灵活一点能带线的像露娜 但是对面有张凉对吧 对 这不就撞枪口上了吗 干姜加上安琪拉两个比较 高爆发比较好和张凉搭配的点 都搬掉了 还是挺针对的 那就需要北京我再想一个能打高爆发的能和张凉搭起来的中单 他就是个炮台了 银正的话之前他们有拿过 但是银正呢 他不具备瞬间的秒杀能力 他是持续的消耗 然后同时要看你大招的这个方向 嗯 我印象很深的也是花角那场的银正玩的是挺好的 打的也是对面大小吗 白起 那这样可以补占别 谁说女子不如男 花布兰 十一杠零的花布兰刚刚梁晨有在评论器提过嘛 是 是子萱 他们做了一个阵容上的变换 白起打野 因为他觉得微博搬的这两手打野挺关键的 所以他就做了一个白起 北京微博这里反手在射手我想补了一个萌亚萌亚在银正打一个双消耗中期压制 打压塔非常强这个阵容 白起这个英雄因为之前一个改动一技能他受到野怪的这个伤害反击概率提升了30% 然后也缩短了他再次反击的这个间隔所以他打野的这个速率又提升 对这个白起打野最早在QPL这个赛季出现是在杭州老干爹大鹅手里 赤神当时玩了一次第一场是输了第二场获胜了后续南京黑肉九进也效仿 然后拿出来但并没有获胜这应该是第四场 路人局当中其实出现频率挺高的 路人局白起打野都是一号位的呀对呀很猛 主要这个英雄吧你说他强吧他打盘属性非常强 但是吧短板就是吃经济吃装备他必须要有起码两到三件套左右 他的主要主要是吃白起的控制嘛 而白起的控制又比较跟自己的大招等级挂钩 他作为打野位他首先永远就是自己这边等级最高的一个人 因为打野嘛经济经验刷得快 然后他等级很容易达到12级 之后再配合上一定的经济出到一定的血量装备 他就可以达到他的满级的嘲讽时间 是的 当有了那个他就可以和队友王昭军 配合起来 配合起来 或和敌人节都是有控制链的 包括还有荒木兰 然后这把荒木兰这样的大条也可以形成一个配合跟衔接 然后这把的这个济南阿爪侠的阵容 其实你要说他的转途速率也不弱于北京微博 北京微博这把 除了关于跑得快 其他点还是相对来讲比较笨重的 整体上北京微博这把要好好利用张良这个点去打小架 但是打小架我又比较担心的是他们的瞬间爆发够不够秒然 张良如果打先手的话 能不能瞬间将对对手给秒了 如果秒不掉被阿大博侠拆毁 因为阿大博侠这里拆毁进的太多了 可以随随便便就断掉张良的大招 那阿大博侠的反打能力是非常强的 他的技能控制链太密集了 一环接着一环 就虽然这套阵容里边是没有侨夫的 但是就相当于有一个侨夫 他能把战场固定 因为白起的先手能够稳定的和王昭军的二技能做一个衔接 感觉今天济南阿大博侠是有备而来 他在前三楼没有锁这个老夫子 这个白起似乎是备好了 感觉是在私下里有练过吧 就当老夫子这个英雄被搬了 或者说我不用他的时候 能够有另外的一个替代片 然后刚好又和中单能形成一个很强的控制链 他不亚于老夫子的捆人那个五秒 把你限制在一个圈里 甚至他的这个效果还有可能会比老夫子更致命 对 因为他可以一下控好几个 是的 同时配合他的二技能拉 看一下吧 这一把济南阿大博侠能不能把前期白起这个优势建立起来 然后同时把他的团战的配合链给打出来 因为济南阿大博侠他的一个风格其实跟北京微博不太相似 他们是喜欢打优势局的 虽然这两个队伍的场均时长都是排在前四比较久 但是阿大博侠他10到20分钟的胜率非常之高 75% 但是20分钟就是微博胜率更高了 对 这两支队伍打的话 我觉得就是看一下前期谁的这个失误率更低一点吧 前期在走自己阵容的节奏 或者说换节奏方面不处于一个下风 简单的概括 谁能够在开局开个好头 有可能就会顺着这个头一路把血球给滚下去 是的 因为这两个队伍都是运营能力极强 然后个人手法能力也不弱的队伍 所以对拼和团战小细节应该会非常非常的精彩 这一场比赛虽然对于S组来说 积分并不是起到决定性作用 因为目前S组有三个同击一分的队伍 但是其他的对手都在虎视眈眈的看着 主要看看这大概有两周没打比赛的RW侠 到底准备了什么样的全家桶大礼包 是的 大家都非常期待 RW侠的表现 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大场的比赛 北京微博对阵到济南RW侠 北京微博的主场荣耀加冕 追梦不休 进入到比赛 大家好我是小鹿 我是潇洒 请做好准备 全军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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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看一下开局 乔西这里延迟上线 先帮暖阳打了一下buff 他在帮凯提速 然后花云这里是帮忙看了一下小叶的同野区 防止凯直接进来偷嘛 因为中线权是北京微博挺好拿的 一个银正一个张良 这把重点关注点可能也在上半途 子墨这个赛季的第三把关羽 他对抗到的是花木兰啊 关羽打花木兰也好久没见了 这感觉是17年 战边比较盛行的那个时代 紫萱其实也是打出自信的 他这个赛季在此之前只玩过一场花木兰 那场花木兰就打出了11-0的豪华数捡 滴麻了 对 这场要看一下他的表现了 毕竟他的对手是紫墨 两个都带紫自卑的选手 是的 看一下紫墨的名文比较常规 隐匿百川 看一下下路 两边的时候打得都比较小心 阿拉伯侠这里要出节奏的话 比较吃白起 所以白起四级会是一个小的节奏点 尝试 直接打了一个闪 不给机会 把星云吓坏了 对 星云说算了 我还是不要被你抄一下 虽然你现在的嘲讽时间比较短 还是怕边上有其他的队友在 对 大桥的沉默也好 包括还有王昭军 但是刚刚白起在中路漏了 北京微博也是察觉到这个信息 直接卡了一波蓝球的视野 想打RW侠一些人的状态 小野这里应该是有意识的 很小心 反一组小野 关羽在侧翼逼位置 荒谷兰支援不过来 这也是暖阳洞察到了 小野是蓝开 蓝开的话 第一只野怪 肯定先刷的就是那个豹子 所以他就过去想偷小野嘛 然后因为白起不在下半途 微博已经知道了 下路三个人给了一项压力 荒云直接缩在台下不敢出来了 荒云是这个赛季目前在发育录 KDA排在第二的选手 打的就是一个蚊子 他蚊中太凶 这个人线上有机会 他是能给你单杀的 看一下我们嘉宾的实时预测 狂人落幕是看好技能 阿达不较良辰跟老刘是看好的北京微博 二打二 那有一个不确定因素就是狂人 哈哈 他可能随时会跳车 是的 就是会被他们谁打得好所吸引吗 就直接支持打得好的一方 阵容只是一方面 幸运想要找上路的节奏 但是跟关羽配合 如果在塔下不好杀 对 在塔下不好杀 有防御塔保护机制 而且你看子萱的这个站位 抗压站位 都在防御塔的范围之内 因为这个草是可以看到河道的动向的 有人过来的话他会知道 他会根据对面来的人数来决定 我守不守这个塔 先看上路要动手了呀 上路动手了 战篮已经交大了 捏住了 关羽刀 但是他临死前把兵线清了 然后下路同时也给到了压力 那北京微博这一把是打了一个三二双边 嗯 抓掉了花木兰 只是说花木兰他没有 目前没有亏限 只是给了北京微博一个人头钱 这波白旗跟王上军没配合上啊 乃洋 乃洋是没大的 如果配合上是能杀的 阿大夫侠的第一波白旗跟王上军的配合 没接上 战位离得有一点距离 被暖洋一个后撤步 往后走 走掉了 我看笑语他那个二技能是往前放的 防御塔不断消失 这把星宇 其实两边支援速率支援得很频繁 他虽然说转途速度没有大条快 但是 主打的就是一个视野消失 让你害怕 对 他已经出了风铃文章嘛 是的 这把抓鞭是他们的主要节奏点 所以星宇的视野站得非常好 为四位队友一起保驾护皇 先看下路这一波 萌亚是激活小叶 还好是个白旗非常肉 因为刚刚白旗落地的那个点 禁于塔下 所以又是在张良的面前 张良直接就交大招了 可惜的是不弃的大强接了一手治疗 帮白旗在低血量的时候回上来了 同时圈圈也放好了 送他回家了 中路的话又是花木兰一波 抓到了花卷的一个站位过于靠前 打出了一个闪 看下路 星宇又卡了一个三角草的位置 但是这个位置白旗也在 那走不掉了 他都被黄牌拉了回去 这波 脚下还有个沉默 是的 三个孔 紫墨开始游走支援了 紫墨蛮想帮队伍开节奏的 看暖阳的位置啊 反小野 对面的蓝野去 中路 笑颖直接交闪了 迎战到伞上去 过来再劈了一刀 白旗上去潮了一下 但是 紫墨这里手里有急跑 看凯的位置直接跃到了二塔之下 这波暖阳直接出货一波双杀 中路的话兵线暂时被处理掉了 而华门拉落地之后 却打一个没有闪现的一阵 直接整起秒掉 但是被张良瞬间捏住 顶回去再踢了一刀 顶到了塔下 但暖阳这波一个普攻 再收一个人头 三个人头进账 紫萱想临死之前换一下暖阳的 但是中间现在刚打出来 已经扛不住了 又被张良直接给压制了 动不了 大潮刚刚给了这个大招 也是救了 暂时救了这个中路的一塔 四分钟的时间 一下子开了好几波节奏 从北京微博的三二双边分推开始 对 刚刚这波中路属于是遭遇战 关于本来和蒙亚往中路支援的时候 遭遇到RW侠这两个人回中防守 然后就打起来了 然后小叶这一波正面吃了花卷 大招太多的伤害了 对 又被点死 吃满了相当于 福气这里特意也被乔西压了状态 捏住一刀披塔下 防塔 没办法 刚刚属于是RW侠没有接住北京微博在中路的突然的一波进攻 就是他在回中需要守这个中线 有人跳车了 那个人是谁呢 是谁呢 大家我们前面已经聊过了 对对对 我们已经提前预判了 我们预判了他的预判 是的 就是刚刚那波中路让暖阳拿了三个头 也就意味着这个肉凯 你看现在他的经济啊 546 全场最高 这个阶段RW侠的伤害啊 对于这个凯的威胁不够大了 我们前面就有聊过 暖阳好几次进到了这个红野区 其实他在做的动作不是说要去逼女人的位置 或者是要蹲人 他主要就是为了去影响小野的发育速率 抢经济啊 他都是以经济资源为主的 进去就搜刮小野 而且与此同时 紫墨的发育也没有落下 他是完整把上路四分钟前的这兵线全部都吃完了 所以他现在和白体的经济差不多 落后了小两百块钱 他对位花木兰的话落后了五百块左右 因为关羽前面放了几波线 往中下铐 对 但是已经有一个允星 加上一个爆裂 基础的伤害也够了 如果说 嬴震和萌亚这里的爆发伤害不够的话 紫墨这里可以补补 嗯 现在北京微博就是打出了优势 呃 但是优势没有那么大 而对RW霞来讲的话 他们这套还是要像我们说的一样 白起要跟王章军的控制链接起来 或者才会 才会成为那个致命的点 是的 像前几波我们没有看他们打出来这样的一个效果 倒是看到了白起和敌人杰接上了 打得有一点太分散了 然后在中轴的时候抢视野站位都是一条直线 对 现在就看北京微博要怎么去把现在的优势慢慢地扩大了 伸手把手伸进对面的野区 其实这把微博的思路很明确 就是先帮关羽建立线上优势 然后主打上半途 然后一直压白起的这个蓝野区 对白起出手了 跟王章军配合接黄牌 凯这里低血量 开了个大招 紫墨过来做了个拆火 劈了一刀把人全部都给压推了 还想杀王耀军 逼了个闪现 还逼出了 还逼出了大桥的一个治疗 这一波的话 其实微博视野压得比较深 只能说这个卡经济太高了 要不然换成一个正常的卡 没有开大的情况下 吃了白起的炒讽加王耀军的冰冻 加上黄牌 不死 也是挺难的了 因为第一时间你是没开大的 他现在有红绿斗鹏加上一个永夜 右朝 再接控制链 又是这一套妙了 三个控制 一个都没空 这波是没有关羽拆火了 上一波还有一个关羽在侧边 能给一点点威胁 推了一下 然后劈了一刀 把人给劝退了 现在他们站位只要够密集的情况下 阿拉伯侠是能衔接上的 对 所以之后暖阳要看到白起 要么你提前开大 要么就是拉扯一下 就是在开大的情况下 他这个经济有可能吃到了也不会死了 要不然就是跟队友一起 让队友在自己吃到控制的情况下去拆火 其实我感觉 白起 我站不住了 暖阳在自己逼位置 关羽卡到了红草的位置 找到了一个花木兰 把花木兰直接打残了 这中间形态往后撤 那这条暗影暴君 就是北京微博的 这是北京微博 先占据草丛的优势 白起要探草的时候 他不确定草丛里面是谁 他如果大招给了一个有进化的萌芽的话 那他就没用了 是的 所以当他想要看视野的时候 已经被张良给锁住了 吃了一炮 急火 所以星宇这一把是主动性做得很好 然后战士也一直为四位队友保驾护航 非常有安全感 就像我们的上汽大众零度L 横向发光灯带贯通LED魅眼大灯 前脸运动感与辨识度直线飙升 全天候智能LED矩阵大灯 自动调节多场景照明模式 让夜行安全更轻松 确实啊 这把星宇 好几波大招还是蛮关键的 从上路开始 在他刚刚十分钟的这个中轴 中右草这里 小夜目前的装备 应该是两剑半左右 他还有成长的空间 6200的这个经济 就等再往后拖一拖 他装备再多一些的话 再加上大桥这个治疗 有可能 能够扛 吃一套不会死 先看这波 潮一下 但是关羽的话 有一个二技能自带可以解控 同时他移动速率比较快 可以依靠角度来躲白起的这个二 是 北京微博 把第一轮十分钟刷新的双龙 全部拿下 银震直接开大B塔了 看看这一轮能不能帮他们 把二塔全部拔掉 这波有机会 因为银震大招把 网赵军给扫弹了 向远必须要回家补一波状态 12分钟 这把微博其实打得非常的缜密 不能失误 上路开始 尤其是这种压塔的时候不要给对面机会 对 站位上 只需要保着 因为微博手很长啊 像银震啊蒙亚 他们两个开大的话可以无伤压塔的 对 就微博现在两种 一种就是 RW出不来 我就靠自己手长 打你状态 一种你要出来了 我关羽和张良 这里找机会包夹一波 对 抓你个落单 这把子梦做得非常好的事 就是压得花马兰 没有办法 很好的来正面 对 啊呦 银震这一消耗 直接把王兆军扫残了 王兆军的大招 清不掉这个龙 那这个高地要给了 下高直接拿掉 这12分钟40秒的时间 所有的外塔加上一座高地 这一轮的双龙 对于北京微博的帮助 已经相当大了 银震再扫 持续给到压力 小叶很难受 现在出不去了 他身上有蓝buff 现在满cd 他也出的是个cd鞋 银震的大招也就21秒 如果再算上他释放大招的期间 他也就不到20秒 一个大 一个大招 压力一波状态 我可以视野往前挤一次 银震大招又来了 关羽侧侧边直接推进来 王兆军这个位置很危险 关羽正面在抬裂 把王兆军抬死了 再一个回撤步 把白起空的死死的 完全不能动弹 张良是捏住了白起 然后关羽又让白起 变得更加的脱节 这一波紫墨开的先手 是 就在红区的这个入口草 这样的一个进攻 让RW霞完全没有办法发挥他们阵容的特性了 而且你再看看乔西这把出装 纯金苍穹早早就做出来 对 他主要手上这个进化几乎没用过 因为白起没有 对他没什么想法 够不着他 还没有开始进场 已经被银震给扫谈了 银震又来大招了 直接压谈花园 还死了 闪现必须还是没能跑过 然后捏住了一个花园 花园也没了 手先的人倒了 关羽再批了一下 不弃这个位置 有点靠不过去了 王兆金大概想要这个清兵 但是又来了一波 下路还有 再强点了 萌亚开启了一键黄 我现在一直在点 让我们恭喜 北京微博 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整局比赛可以说 基本上没有出什么纰漏 这把我个人觉得是 对抗路给双方 中下提供的帮助 是不一样的 这把紫墨的关羽 感觉无处不在 尤其在中路的那波团战当中 它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而紫萱的花木兰目前 就刚发育出来 感觉还没有作用 这把游戏就结束了 团战的存在感 不是那么的强 也跟前期受到的压制力有关系 拿起来听一下评论 谢谢三位老师的看法 好 微博非常轻松的拿下一分 怎么看这把 我觉得是 紫萱RWX这个阵容 比较难打北京微博这个阵容吧 因为首先就是说 关羽这个点 首先紫萱RWX就 它这个阵容其实没法处理 因为你花木兰 你不可能去盯关羽的这个阵容 你要去切银阵和萌亚的 然后你如果去切银阵和萌亚的话 关羽就管不了嘛 对吧 然后正面来讲的话 就是你今天大部队侠的 双C手又短 北京微博的双C是银阵加萌亚的 火力直接压制 就很 就比较难受吧 大的 对 我肯定觉得 微博上野又出节奏了呀 这上野就是T0级别的呀 对吧 那个关羽说实话就是 真正的比赛节奏就是关羽在带动的 对吧 这局其实双方在BP阶段 就是留了800个心眼 但是 明显花楼更胜一筹 其实不管是 搬这个一开始搬火舞 还是后两楼 北京微博搬掉的耀佳梦奇 都极大程度的在削减RW侠的一个战力 我觉得是迫于无奈选择了一个白起 嗯 白起想的就是给RW侠的大桥体系 加一个坦度嘛 但是有一波就是其实你的很明显感觉到 就是白起的正面都已经扛不出伤害了 直接就已经被秒了 是 就包括人家就是张良按你的白起啊 你如果后面的人想断啊 但是关羽在旁边 你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对 因为之前我们看到说王昭君搭配白起 其实从整个控制链的角度来说 他是成型的 但是前期白起的嘲讽的时间很短 再加上这个配合的难度很高 对 然后对方的手又比你长 容错率很低 因为你白起这个英雄跟别的英雄比的话 他是虽然开拓能力比别的英雄要强 但是他进去了 他出来他就会很难 是 就是他有一波开了人 但是他其实自己就特别难走这个英雄 他好几次了 其实是好多波 中路就有三波左右 你会发现白起可能想跟王昭君接combo 要么王昭君的这个整体的控制 二技能没有完全跟上 对 你就导致控制链 哎 衔接不起来 他们可能也想打白起加王昭君 打加敌人结的这套combo 但是对方手太长了 确实 主要是关羽跟凯子的冲击力太大了 说你一塔没掉 两个人追你到二塔 真的 我感觉今天反正第一把就是 明显北京微博从BP上面 也是下了很多狠功夫 RW侠也在尝试化解 但是化解出来的这套阵容吧 就他不是说传统的一套大桥体系 那我们也知道大桥可能搭配老父子 对 所以老父子 在装备成型的时候 坦度跟带线就是相当于是一个战边 加一个 肉打野的情况了 所以我觉得还是RW侠要好好想一想 因为第一把其实对于微博来说 赢得实在是太过于轻松了 上线优 下线也优 中线基本上赢阵 只要就上面如果是关羽 现优的情况下 中线王昭君也不敢冒头 本局MVP给到了子墨 关羽 非常轻松 没问题的 对 基本上就属于一个三线优 然后就一路平推 就直接拿下了 因为左边说实话 这个阵容要翻盘 除非北京微博给非常大的机会 太难了 因为微博这个阵容 手特别长 你赢阵说实话 比开两波已经是给机会了 限制不了关羽的 对 这波就已经是很明显的一个体现了 就当中线清管往上赶 走到蓝buff坑 还没走过那个墙的时候 上面三个人已经全部露头了 这波就是你说的月塔的那波 这塔是什么不存在 关羽加凯就确实有点无解 在这个阵容当中一旦拿到优势 萌芽这局也非常舒服 是的 因为萌芽本身打敌人杰就很好打 对 其实赢阵能被开到两波 已经就是相当于是给你一点机会了 是 但是就是打不了这个阵容了 其实已经到中后期 开不死人 这波大招凯的大招都没打出来 对 还是后手开得大 敌人杰黄牌都搅了 然后被关羽一个人单人四车开阵型 这波反扑是没能成功的 来听啊本场比赛的语音回放 这里 Tayo 早就打50了 我闷得猛 鑫怎么说了 磨兵 默默 完了 田杰没闹 死了 死了 神伤 把钱包帅吧 我想蹲一波红去不要给他 这红不给 这红不给 我想奔到红去 把你回家了 等乖 等乖 你先关于吧 你们得靠 我来了 我来了 有时候带一个 我在来 我在来 他这么先演了 可以留下来 可以留下来 我来靠 准备留下来 我来来来 没有 来来看看 回去 来来你看 进来 先回 fakta 取过来吧 就位布朗 刚�ër 等进了 等进了 听我说等进了 下路下路 这么可以一波的 下路下路 这么多中路就可以 这么中路 我留 home 我没大的 我留带给木兰 你们就点打 点打 点打 往前 往前 不要放团 我跟这拳 不要拿起衔 往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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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木兰清劫 没有木兰 木兰 不要从 被冰 hav 来王军君复我 王军君复我 能电吗 别急 手上刮先 手上刮先 稳一波 白喜 把白喜杀了 点打点打点打 nice 自信操作兄女们 好 自信操作兄女们 确实这把 就是一开始啊 就是我们还在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北京这个阿拉普侠 就是在很长时间 这段时间可能 没有进行比赛 会不会对他们是一个负担 但是其实今天这场比赛 第一局说实话 你要说跟比赛 就跟队员的状态吧 看不太出来 确实 因为BP上 还是稍微有点被压制的 对 就你不能说这个 三线被压制 你希望选手在局内 打出很多 化腹朽为神奇的操作 也确实是有点难的 因为这把 你想想 不管是上路的花木兰队关羽 可能存在一个可能单线 可以倾限 但是问题是什么 就是这个凯的自由度太高了 而且还有一个张良 主要最关键的是张良 因为你木兰霸体也没用 直接跃你 对 他的张良 星宇张良这把打的 其实他想法还是挺明确的 就定你木兰 就包括推你的塔一波什么时候 他就按你的木兰 不让你操作 对 给你机会 因为花木兰确实是这局阿拉伯侠 唯一一个可以有机会 化腹朽为神奇的英雄 只有这个点 只有这个点了 一旦把花木兰给限制住 就好了 但是怎么说呢 对阿拉伯侠来说 我觉得比较头疼的 也是没有人可以很好的去反制这个张良 这也是个问题 这就是手短的烦恼 其实是有 但是他们人是不敢冲上去 比如说大乔的一二间 其实都能断 但是他那个关羽跟凯 他就在旁边看着你 就是很怕关羽 你敢来吗 你要是交了这些控制关羽 就直接进场了 对啊 那么问题来了 我觉得其实这场 我觉得对阿拉伯侠来说 就反正第一局啊 我觉得有点伤 为什么说有点伤呢 因为我觉得在这个版本 我觉得王昭君绝对是T0级的中路 不管是轻线还是铺场还是卡边 对方的那个团战的后排 都是很好用的一个选择 但是这把 我觉得用这样的方式输掉 非常的可惜 两位对阿拉伯侠竞争这场BO5 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法吗 我觉得就是不要太注重 就是去拿体系 要忽略了对线吧 就是感觉他们在他们的理解里 他们是拿了一套大桥的阵容嘛 就是也有带线 也有团战 也有控制 但是忽略了对线强度嘛 就有就感觉你三线裂了 你最难是 是你这个阵容是拿的 可能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但是打起来就很特别的难受吧 是 对 你感觉 突然走神是吧 没有关系 就你觉得就其实阿拉伯侠 现在可能往后走的话 你觉得他们需要做好哪些方面 我刚刚忘记问题是什么 就是避重就轻吧 我觉得是 因为在微博里面 就是上半途控制力还是特别的强 所以我觉得阿拉伯侠如果想赢的话 因为阿拉伯侠的小叶 是我觉得可以跟暖阳对抗的一个点 所以我觉得他们在进野区 可以选择一些中辅强势的情况下 保证中路的优先选择权 然后把他把微博的野区 可以尝试一点点的侵入嘛 然后再帮下路打劲动 上路子轩做一个扛压位 是 明白 其实也是对于小叶这个选手 他使用到的一个英雄有一定的强度 我觉得才可以支撑起 济南阿拉伯侠整体的进攻节奏 同样 斗鱼KPL多屏观赛功能正式上线 进入斗鱼998 发送指定弹幕 或点击多屏观看 即可同屏观看多个选手视角 全新观赛体验 尽在斗鱼直播平台 来虎牙看KPL 累计千到十四天 游戏皮肤 选手签名照等观赛好礼 等你来拿 重庆狼队广州TTG等战队粉丝 上虎牙锁定选手直播 精彩不容错过 上快手搜KPL 一起为喜爱的战队加油 精美周边海量QB皮肤道具 等你来 上咪咕看电竞 观看全量赛事精彩内容 独家VR视角观赛全新体验 那其实我觉得第一局的失利 对于阿拉伯侠来说 还是要及时的调整一下心态 同样我觉得要做好下一局 在BP阶段对于这个局面的布局 和一个队线的一个强弱的评估 好比赛马上开始 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好比赛马上 field 好比赛马上